傳說在日本群馬的廟宜山上有一台殺人喜美 總是以前驅的駕駛優勢頂噴所有對手 總是以那無敵嘲諷的中分頭挑釁的對手參與死亡決鬥 交代書實戰 傳說中的反社會車手 裝屍聖物 YO 大家好我是 欸 欸 我還沒講完 給你面子好嗎 那麼在本集 旺大將會針對裝屍聖物 從車輛改裝的細節 駕駛技巧的分析 完整解析這將前驅完美融入反社會人格的傳說車手 裝屍聖物 揭開與拓海 交代書實戰的真相 哇靠 這個人真的是反社會人格啊 那麼今天我們來聊 頭文之低 反社會車手 裝屍聖物 交代書實戰的真相 欸欸欸欸 等一下我話裡沒說完啊 這個番組是 豪打保護TN-AQ 電影 送給你 本節目會出現大量的中俄日文專業術語 那不是英文 請各位做好心理準備 那麼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各位幫我訂閱一下吧 就在中禮輸給了藤原拓海的AE86 身為妙義屁孩隊的隊長 顏面盡思 就在這時 有一位車手 抓準的時機 準備創位 小人 身後 你不思議 你一直在做什麼動作 你還在做什麼 當時有自由在 但你會在內地圖叫做什麼 納稔的名字 像在附近的名字 而裝飾聖物也展開了那反社會人格的獵殺行動 一切事件的開端也真是從池谷在秋名山頂上練車開始 就在池谷開心的要下秋名山練他的手剎車 有一部詭異真紅的EG6從汪大面前呼嘯而過 紅色的EG6 等一下 你去看頭中我那台 牡丹 池谷君に助けに行くわ 喂!你怎麼一張車來看著講日文啊 珍しいな このEG6はただのシービックではないぞ これはライバルを殺すためのSR2だ エンジンはB16AプラスホコリのVTEC 人生で7800回転まで回せる ただ1600ccで170馬力まで達せるんだ 車重はただ1050kgプラス40Wシュポン さすが1600ccの王者だ 牡丹 説明して 蛤?今天終於要來到本田了嗎? 正如同光大綱所說 聖武所駕駛的這部SR2 正是為賽道而生最頂配的版本 而最初的誕生 也正是為了在賽道上殺死對手車款 Toyota Carola AE101 我沒念錯啦 賞明 日文真的就在Carola 你們可以自己去查 而這顆傳說中的引擎B16A 以1600cc搭配HONDA 自奧的VTEC 以原廠那誇張的7800轉壓榨出了170匹的動力 不要看這個數字很小 在1992年可以達到每10cc壓榨超過1匹的動力 那真的是滿滿的本田魂啊 而1G6在賽場上 也正是靠著那高轉的優勢 1040公斤可怕的車重 以及奢侈的雙A倍 自罷了當時JTC 靈魂自靈卡 Senshiken 1600cc的組別 在當年真的搶得跟鬼一樣 因此這一段的劇情安排真的非常有趣 因為聖武的1G6 正是要來殺死同為Carola組中的AE86 拓海 你要小心啦 FF 的ペースでプラスダブル ウィッシュボーン この完成後ろに流れでも滑らせないの動きは FF 最大の武器だ でも共に弱点がある それはアンダースティアだ 由於前驅車輛的輸出輪與轉向輪相同 因此在這邊簡單解釋 在抓地力使用時會被評分 這也就是為什麼前驅車輛 非常容易出現アンダースティア 轉向不足推投的原因 但是這個看似前驅車最大弱點的背後 其實也躲著它最大的武器 沒錯 即使較大的慣性與驅值 由於驅動輪不是在後輪 很難出現オーバースティア 簡單解釋就是投過深究過的動態 因此也進而衍生出 許多反邏輯的駕駛技巧 なに?FF 通り使い? これはFF マスターしか使いない技だぞ アンダースティアの弱点を解説するため サイトを引っ張りながら 後ろタイヤがロックさせ 少しオーバースティアの状態で コーナーリングの角度を調整する アクセル踏めば 前引っ張りながらコーナーを出す 難度恐ろしい走り方だ 無端 説明して 為了解決前驅車這容易轉向不出的狀態 聖物在彎中拉手刹車滑著開 也是最直接暴力的手法 由於拉手刹車會強制讓後輪鎖死 後輪打滑 車輛也就會直接進入 オーバースティア轉向過度的狀態 也由於前驅車輛後輪沒有動力輸出 因此能夠透過手刹細斜的增加轉向的角度 將抓力用盡拖著出彎 這也是前驅車輛的進階駕駛技巧之一 在這邊汪達真的只能簡單解釋 因為前驅車輛要滑著開 那物理動態真的非常複雜 比如在打滑的狀態之下 能夠持續動力輸出 強制給予前輪負擔 藉而讓居職傳導到後輪持續打滑 對 我在日本貓木車廠的第一彎 曾經全速這樣幹過 你們能想像在打滑的狀態之下 油門還要全開輸出嗎 邏輯完全跟後驅車是反過來的 更不用說聖物在山道上說滑就滑 那真的強得跟鬼一樣 真不愧是傳說的自排車手 其實那也是一段翻譯錯誤啦 原文其實要表達的是 前驅有許多動態是後驅做不到的 然後FR 就莫名其妙被翻譯成了自排 也就形成了這個聖物開的是 自排1G肉的都市傳說 由於FF 前驅車輛 非常容易將前輪的抓地力用盡 因此聖物所使用的這個左腳刹車 正是透過細微的刹車控制 將車輛的重心往前壓 強制提升前輪的抓地力 同時油門補著持續動力輸出 去解決出彎時的Understeer推頭狀態 而其實這也是職業車手 在開前驅車時解決Understeer的對策之一 甚至透過重心進而延長車子打滑的狀態 這個技巧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強得跟鬼一樣 不過這個是滑滑神經病自己腦補的啦 如此神一般的前驅駕駛技巧 也竟然完美融合他那反社會人格 等一下 這個速度 你危險 對 無敗 那 對 FRO的狂下輪後來 少許的完成感要的話 有點重新的快速 側然回復下輪的 後退還要的 借過 對 再重新的 坦韻寸前的荷重の抜けたリアを ちょいと押すだけですぐに取っ散らくる 情けないくらい不安定だね FRってやつは... くそ!FRをバックスルなんてユースラネーゾー! いくぞ、ムタン! 喔喔!但你要注意下你的尼少能量啊! くそ!この1G6は一概都早いな! 長い直線ではエンジンのパワーが物を有ぜ! NAの106DOHCなら世界中探してもB16Aに勝てるエンジンはない この努力は純正ではないぞ やはりエンジンのR周期をアップしたんだな 馬力出しやすいの上一周も書き換えたんだ この高回転で歯科に回るのはピストンコロントのバランスはちゃんと取れた まさかこれはレジン用のエンジンなの? レスポンスも容易だね VTのパワーゾーンに入りやすくため やはり軽量化フライホインはついている エヒマリトンバフラーも交換した 全てに合わせだいたい半85馬力出している プラスただ1000キロの車重 どんどそろしてフェフマシンだ 正如同旺德阿剛所說 Civic 最大武器 正身的充滿本田精神的VTEC 在這邊簡單解釋 由於引擎的不同負載以及轉速所需的空氣量大而不同 不思議為的塞空氣進去就有效率 因此VTEC可變氣門揚層 便是透過油壓控制搖臂決定凸輪的行程 將氣門揚層分成兩個階段 給予引擎各負載與轉速最適當的空氣量 進而提升引擎的反應 銜接至全開的爆VTEC狀態 而那銷魂的引擎聲 也正是最佳效率的證明 但要進入VTEC的最大效率 轉速需要維持非常高 因此聖物就有改了這個 呃...輕量化車身? 原文是K6K Fly Hoyer 也就是輕量化飛輪 直接降低了引擎負載自然加速的轉速提升 那就可以更輕鬆的 VTEC 已經踩進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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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會長時間內的維持高轉 因此聖物在提升壓縮比增加動力的同時 也做了活塞連桿的重量平衡 但這基本已經是比賽車在用的東西 因為在高轉時 哪怕只有0.1公克的誤差 都會影響整體運轉的平衡 因此要找到重量不能有誤差 同時又要細微加工 那精細度真的要非常高 而這次翻譯的活塞平衡裝置 嗯...也算是翻對一半啦 各位給它掌聲鼓哩鼓哩 除了這無敵熱血的重量平衡 聖物在上改裝電腦的同時 輪鏡也只有71mm 而這也是聖物排氣管的直徑啦 到底是為什麼每次排氣管都會變輪胎啊 而官方設定的反射會1G6 動力也就來到了185匹 雖然我是覺得不止啊 不過不要看這個數字很小 大家別忘了它的車重只有1050公斤啊 所以那車速真的很快啊 這也就是為何聖物在下坡 可以想頂誰就頂誰 再加上前驅後人很難打滑的駕駛特性 真的是無敵反社會人格改啊 -阿貴賀的妹妹付出來了嗎? -阿貴賀的妹妹嘛 -耶-你這麼做, minimum有神經病 -你這個在下好自我臥子 -阿貴賀你不再追啦 -你這尊尊部ênげ已經有完了啦 -傻 -外號人格腳故ceptions -你昨天留下我一時候 -我真的很好 -你怎麼可能不是這麼 мел -你剛剛耐本的距離 -你故因此聖物 -總算略 -你以為這個水調 -你 julon 就在一整段无敌中恶的对话之后 阿树也与新认识的沙姿 开心的去秋名山上约会 也在同一天晚上 我们的母汤终于有约会了 今天终于不用帮这个眼镜贯男翻译了 明明会讲中文 应要讲日文 什么滑滑魔人啊 中恶魔人啊 滑滑魔人 他开车不是都开很快吗 应该会运车吧 是有点可怕啦 不过他对我在控重心习惯了还好 不过今天终于不用帮他剪片了 才有办法约你去秋名山上面看夜景 秋名湖跟晚上一片黑什么都看不到 靠保持人家秋名山根本把眉神器 就在母汤计划通的同时 有一位不速之客也来到了秋名 展开他的猎杀行动 嗯 后面好像一台车来跑山 我们打双方针让他过吧 诶 等一下啊 我已经看到他过了一只闪灯怎么回事 哇靠 凯燕你也直接撞啊 是反射人格的1G6 完了完了完了 看来只能逃了不然会出事啊 宇白你要抓紧了 好 可恶这杀自己的一个弯数根本逃不掉啊 凯燕真的太重了 两轮的车动直接是1G6两倍啊 该怎么办我需要冷静一点 凯燕的动力有320匹 同时又拥有四轮传动 之前跟旺大夏安定有稍微试了一下 究竟等一下的上坡大字又有办法拉掉吗 诶 甩掉了诶 可是这个左法夹又被咬到了 凯燕真的太重了 每次会发现眼镜怪难翻译 我根本听不出秋名山的路线啊 还是我帮你导航好了 可是后面远光灯开这么亮 看得到吗 哼 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凯燕有贴 HOLDA AR抗反射冲用玻璃保护贴 拥有AR涂层能够有效降低反光 在任何公园下都能还原新艳色彩 即使白天的日烈阳光 也能有效地降低反光 提高行车安全 哇 真的是没有反光耶 同时加上抗污涂层 不沾脏雾与指纹更方便清洁 你看你真的有贴保护贴吗 更拥有玻璃强化技术 看瓜更不容易破碎保护使用者安全 同时各手机款式更是齐全 HOLDA 真不愧是专业保护贴大厂 即使遇到反社会人格的车手也能保护 靠着凯燕的四轮传动跟抓弟弟应该是逃得掉了 宇白 接下来的暴徒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交给我吧 等一下是低速左法夹 最后右法夹之后就是大直线了 拜托逃掉啊 就这样母趟与宇白 靠着保时捷的动力优势 攜手逃离了反社会人格的1G6 各位就点击下坡连结一起输入优惠吧 Wonderup 一起保护各位的行车安全吧 虽然母趟成功逃离了反社会人格1G6的追击 但阿树在下坡时就没有这么幸运 看到了受伤的阿树 脱海无法再忍受圣物的挑衅 不听所有人的劝阻 脱海决定赴约参加这场死亡决斗 交代速食战 2 3 3 3 4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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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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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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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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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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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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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车辆进入打滑状态时 无法反倒到他原本该有的位置 后轮会持续增加打滑的力道 导致无敌spin救也救不了 而圣物也正是看准这一点 想要借此处理掉藤原拓海 而这当中就有一个动画的细节 很明显拓海在反打时前轮卡住了 后轮的狙子无法得以释放 直接往墙上面飞 而我们天才拓海的解决方法 正是用另一只手强制往外面搬 动画没有画反 在刷尾时方向盘是反过来的 也就达到了后轮该有的反打平衡 在安全的进入甩尾状态之后 回复grip抓着出弯 我知道这时你们就会想 这现实真的做得到吗 然后我就很无聊的用模拟器学了一下 那个手腕真的是会痛啊 不过转向脚也真的变大了 不过实际把手绑在方向盘上 去模拟拓海的驾驶逻辑就会发现 跟两只手握方向盘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你的右手在给予前轮负担产生狙子之后 就必须要顺着后面的惯性去反打 同时角度也不够用 重心转移、油门控制、抓地的细节 全部都要计算得非常精准 同时在甩尾换位的居指掌控 由于转向脚不够就必须要计算得更精准 所以右手已经不是用盲可以形容 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而为了还原真实的力道 我是没有降力回馈 各位千万不要模仿 真的很危险 而因为7月底就要比爬山赛了 所以我平常都是练佐驾 我应该觉得,我原本能撐着 其实我一直都把它扣成 我实际上银绘的克服 把这次的弋于锅 我现在室内也会 像是一样的 把手扣移动 再振动,要得全体的档 从中央用到 下部阻底的 看起来也有棍子 这是可以使用用手扣的事 针对交代素食战的真相 为什么圣物可以如此的宜然自得 在这边汪大真的简单解释 不然三个月也讲不完 由于前驱车辆的后轮没有动力输出 也就意味着后轮不会因为油门增大打滑的状态 因此圣物在拉手刹车增大转向角 就能很轻松的可以控制在单手操控的范围 不过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前驱的输出人与转向人相同 他居职的传递是非常复杂的 简单的时候圣物就是透过细节的前轮负担 重心转移 拉手刹车oversteer 细节的操控在单手可以反打的范围内 然后再露出一副像吃饭一样的嘲讽脸 真的是强的跟鬼一样 看他失败的招待 匠 我们要怎么办 由于交代素质战限制了反打的转向 因此拓海找到的破口 正是减少前轮的负担 抑制后轮打滑的力道 让反打控制在单手可以操控的范围 而这真正的难度是在于 进弯前就已经要计算好反打的位置 不然在弯中是很难有修正的空间 但由于AE86的车辆特性 非常容易oversteer转向过度 因此在动画的细节中 可以充分地看出拓海在进弯前有 刻意减低前轮的负担 透过细节的重心转移 油门控制 减少打滑的角度 还有那个偷偷的shiblock 也借此找到了打败交代素质战的破口 也计划得了 不计划得了 重心控制律,完璧的ステアリング枠全都合成,何時是神技! 拓海應用了車尾撞擊的力道,同時增大前輪都附讓86spin 但光是這樣的力道是無法達成360度的迴轉 因此在這裡動畫就有一個非常深的細節 拓海透過重煞將重心往前壓 在增加前輪抓地力的同時更放大了後輪擺動的力道 進而達成這如同神一般的360度舊車 不過我們的拓海好像也開始生氣了 糟糕,高速空間的話,就不一定會被騙了 まあいい,どうせこのバトラー俺の勝ちだ 潰し損ねたのは気分悪いが スピード勝負ならこのルールに慣れてる俺は負けねえぜ 打ち切ってやる ムカついた,わざとやりやがったな てめえみたいなカスには絶対負けねえからな 拓海は完璧に切れていた 前回こういったのライを使うため 突然に登ってもアクセル抜いていない は?ガドレルにぶつかった? このハンドを利用して逆トリフト? 逆トリフト也就是俗称的逆甩 透過沿用前一彎甩尾的慣性 提高車輛在折身時的速度 而已經發瘋了拓海用更快的車速出彎 刻意使用外砲路線撞牆 硬用反弹的力道達成逆甩進彎 不要問我偵測是否能做到 因為拓海已經發瘋了 何度切れているのスピード 今匠君は追いついている ん?ちょっと待て 男神? ナミのドライバーなら 切れたら最後 ミスを繰り返すばかれで早く走れない だがあいつは違う 身体に染み付いたドライビングセンスが 神一人のところで86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ている 切れれば切れるだけ早い 勝負見えたな シンゴ でもシンゴはサスカFF通り使いんだな ヘアビに対してエバールの方が有利だけど このライアを早めにコーナーを出すため わざとエペク後ろに移動する 在秋名知名的五連髮夾湾中 ここに非常深的動画細節 為了甩掉拓海 同時解決前驅車天生轉向不足的問題 聖物很明顯將彎頂点延後使用這個Lay APEC 的路線 在真大車輛轉向角的同時 能有更長的油門時間 重視出彎速度將FF發揮極致 糟糕 私のEG-6も これ以上擠め込めないギリギリで走っているのに 一体何が起こったんだ それはLay APEC の弱点だ タグミインに入った 2を取ろうとってそうはさせるか またメゾドシナロウ まさか さっきの死海神ブスカラクキカ 死亡 EG-6に超えた しかも使っていない これは正正統統の勝負だ また説明して 拓海運用水溝蓋跑法強制切入聖物的中路 而這當中就一個很深的細節 受盡的聖物擔心拓海插得太深會頂到他 因此害羞的踩了一下煞車 也正是因為這一下煞車拓海打開了破口 由於前驅車在出彎時 抓地力基本上都屬於用盡的狀態 因此聖物的這一角煞車 直接宣布了前輪的死亡 直接推頭推到美國去 但其實如果聖物沒有受到驚嚇 持續保持油門輸出的話 基本還是會回到55開的狀態 為什麼十分之分 可以拿分個攤好 我沒有搬上來 我沒有搬上 bol 倒是 在拿到 chapter 但你能保持 我们都能保持一个帽子 短直 短直 但你能保持B16A的力量 two best逃道 尾仁 力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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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的前驱驾驶技巧 搭配前驱天生很难后轮打滑的驾驶特性 戏虐玩弄着对手 真的是反社会人格的最佳典范 而其实在当时的年代 也正是FR甩尾后驱盛行的时代 而叛逆的装置生物 就是要用那非主流的FF 杀爆所有FR后驱车手 这用那如同神一般的前驱甩尾技巧 真的是杀人租心 把前驱车当后驱这样滑着开 那已经不是反社会了 那连牛顿都反了 用左脚刹车控重心 那更是职业在赛车场上面才看得到的技巧 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而单身论生物的这些驾驶细节 真的三个月的时间这集都不够 而装饰生物的实力 也根本就不是第一集开出现的角色 而以我这个职业车手 用前驱在日本比赛的经验来说 装饰生物的等级真的堪比管制性 对妙一屁排队真的全部都是怪物 一个最会开GTR 一个最会开前驱车 只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下场就是 全部都去做板金了 而交代素质战 以前驱特有的驾驶优势 后轮打滑解决转向不足的同时 不依赖过多的转向 进而解决FR后续的对手 这段剧情的搭配 真的更增添了这个生物角色的深度 只是最后还是被拖来找到了这个 减少搬搭角度 放大后轮抓地力的破口 打败了装饰生物 但其实单就抓地力而言 其实后驱车辆会比前驱车辆更有优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后五连法夹弯 终止生物逃不出拓海的五指山 而当然最后生物还是使用他的大绝招 Double Clash 都一口 直接反社会人格原地爆炸 而生物的这个反社会人格呢 其实他的小学同学沙雪有提过 传说他在小学的时候经常流鼻涕 常被搬上的人霸凌 因此就种下了这个反社会人格的种子 原来反社会人格才在练前驱车变强的关键 而其实阿树约会的这一段 在漫画当中是没有的 而且在原作漫画剧情中 在圣物顶完尺骨之后 拓海不爽就直接找圣物输赢了 而动画为了增加这剧情的张力 同时给予拓海参战的动机 真的可怜的阿树与他的霸舞 崇野修依你真的有够狠 难怪阿树一天到晚说车手是不需要女人的 而其实这一整段剧情 汪达认为最有深度的还有一点 就是从野修依对于车辆的一个搭配 因为EG6会有这个 如同怪物般性能的诞生 正是为了抱EF 对上AE86时期 前驱大战后续的仇 西比格车系 也正是Toyota卡罗拉的最大赖把的对手 我没念错 真的叫卡罗拉 酸民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而其实当时AE101的比赛车辆 引擎室上面也更会贴 这个根本就是信仰的战争 4AGE大战B16A 我想到我就热血沸腾了 各位要是支持哪一派的呢? 下方留言一起讨论一下吧 而这一段经典的对决 汪达认为根本堪称OVA 其实在整段剧情当中的所有动画细节 车辆建模的细致度有所提升 驾驶的动态细节更为讲究 甚至连拓海手绑着前轮卡住的细节 都有画出来 而更夸张的是 交代素质战所有秋名山的背景细节 全部都是依照实体作画建模 甚至每个弯的顺序都有所考究 而不是随便乱画 各位真的一定要去重温一下这一场经典的对决 而聊完了这个本集的剧情之后 我们就要聊聊本集的制作吧 为了还原这个圣物滑着开EG6的驾驶技巧 汪达也练就了一身神奇的驾驶功夫 在跟指甲重心转移之后呢 我的左脚跟右脚的刹车会做交换 而我的右脚会持续去踩油门 目的就是为了在打滑之后 前车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像后驱一样打滑的姿态 我到底练了什么神奇的技巧 而这个交代素质战的模拟 各位在家中千万不要轻易去模仿 真的非常危险 因为方向防回馈要有一定的力度以上 才有办法还原这个真实车辆反打的力道 而这样其实对于手绑胶带才会有实质上的意义 那当然这就增加了这一整体的危险性了 因此千万不要模仿 我的手因为以前比摩托车的时候一直雷残 在练胶带舒子战的同时 在我比这个爬山赛前还一度复发 我真的吓都快吓死了 滑滑神经病真的是有练过的 请各位千万不要模仿 那当然本集也做了许多新的尝试与突破 把这个真实的剧本融入虚拟套入这个业配环节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 同时更有这个流量密码 真的非常感谢COSER 宇白的演出 其实在当下拍摄的时候 他真的晕车晕到一个不行 这么有敬业精神的一位COSER 各位一定要去follow一下他的IG与FB 而这一集的制作真的非常保险 让各位久等 因为这个愿望跟他工作真的太忙了 既有举办这个QL的比赛 同时又有这个爬山赛要准备 所以真的好长时间没有休息了 每天都在赶片跟工作 这集终于制作完成了 旺达真的忙到烦掉了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 而各位如果想要学习这些深度的价值技巧 也欢迎报名旺达的这个模拟器课程 而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以及心得 会去想看旺达讲解什么样的车款 以及历史背景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诉小汤 那么以上也差不多这集节目影片的内容了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么我是小汤 这里是WonderR Channel 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